我们有的是张宏亮张大哥 张大哥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张宏亮大哥您呢 您希望站在舞台上 就是现场的听众 观众他们能够给你一些怎么样的回应 跟你一起风 嗯对啊 越热越好 然后在曲目的部分 我今天也常常会邀观众上来啊 或者是我下去啊 因为我喜欢经常看到面对面 有真正的互动 互动 哦真的 所以这次我们真的是要准备好 随时都会被张宏亮大哥邀上台的 嗯对 嗯 所以那些曲目其实都想好了吗 可能会想带一些怎么样的歌曲给大家 应该就是大家会喜欢的一些歌 譬如说 我知道在马来西亚有个朋友喜欢 就是刚才讲的 你叫《比你马去的目的》 就是当然当然 还有像一些歌 我不知道这首歌在 因为在到 在中国在台湾 有一首歌很流行 在广岛之恋 哦有有 这首歌我可能也会假演 哦真的 因为这首歌在台湾就是 呃 是KTVB唱的 是是 我们这边也是 看看 不然我就邀请 呃 邀请朋友 在上台跟我 台下的朋友 太好了 如果真的找不到 我就一根唱两部了 哈哈哈哈 哎 其实 这样说起来 我们也很期待 可能是 这个我们在马来西亚可以上演的是 张宏亮 跟潘岳云版本的 《广岛之恋》 或者是跟苏惠伦 哦 也可能 那应该是很好 应该会很棒 哇我们都很期待 真的真的 我上一次的 我上次在广州 就是 呃 就是没 才几个月前了 嗯嗯 我在广州 我是跟 现场的观众一起唱 那时候是也蛮感人的 是 现场就是 有 那时候有 大概四万多人嘛 嗯嗯 然后里头有两万多 是女孩子 哦 我是凭女孩子来 当那个女生的部分 然后我当男生的部分 我一个人醉 两万人 哈哈哈哈 要唱这一场 哦 那个场面很重 那天唱的还蛮好玩的 哦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上网去 把它找出来 然后 要来 来看一下 你上网可能会看到 嗯嗯 可能会看到这个 就是我在那个广州的 跟两万个 那个 就是现场观众一起合唱 哇 太好了 太棒了 她们也唱得很好 嗯 很期待 因为其实这首也是 经典的歌曲啊 我想 你 你 如果您不唱这首歌的话 大家可能就不放你 不放你下台了 哈哈 所以还是要唱一唱 对 一定要 我还是希望大家开心吧 因为很多朋友 他们可能真的很久没看到我 或是 曾经 听过这个歌 可是没有看到唱这个歌的人 嗯 所以他们看一看 也许他们看也会 啊 引起他们对 啊 人生中的某一个 段落的一个回忆啊 美好的回忆啊 对 还有很多就是 当年听过这首歌 对 跟您一起成长 然后再看看这位 啊 我们很熟悉的 一位老朋友啦 算是这么说 接下来 当然在四月十二号 我们就要期待 张恒亮大哥 还有其他的 呃 三位的歌手 一起给我们呈现的 经典传奇演唱会 二 好吗 谢谢您 好 好 谢谢